下面的首先 写扒中也是一样 最开始我们得有URL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这个URL是什么呢 就是最开始抓取的URL地址 我们应该是考虑的是 获取一个URL列表 还是获取一个Style的URL地址 对不对 所以这里准备URL 但是地方就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个准备Style的URL地址 就是准备一个URL地址 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对吧 还有另外一种呢 准备URL列表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准备Style的URL地址 什么时候准备URL列表呢 准备Style的URL地址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准备啊 是不是我们页码数知道的时候呀 页码数清楚 或者说页码数页码总数啊 明确的时候 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 URL地址规律明显 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下面的 这个当我们页码总数的规律 非常明确的时候 以及我们URL地址的规律 非常明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构造 一堆URL地址出来呀 比如说我们刚刚求是百科 这样一个例子 求是百科这个例子呢 我们一共有多少页 我们非常清楚 对吧 13页 然后URL地址的规律 也非常明显 对吧 那么其实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写个帕虫 这个URL地址的总数是不确定的 为什么不确定呢 那虽然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看 一个九十百多的13页 是吧 说明天的时候 它变成14页了 那后天的时候变成100页了 对不对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得确定一下 你得保证它总数是不会变的 不然呢 换了我们抓损生成的URL地址呢 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 那么URL地址的规律呢 很明显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虽然能确定 它的URL地址是多少个 但是呢 它URL地址没有规律 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 非常好的 非常容易的去构造一个URL地址出来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去 我们可以 去准备URL列表 对吧 那如果说URL地址的规律不明显 或者说总数也不确定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应该准备 STARTURL地址 对不对 所以这是URL地址 规律不明显 然后呢 总数不确定 到情况下呢 我们都应该去准备 一个STARTURL地址 然后呢 先准备一个STARTURL地址 然后放到它请求 然后呢 再去提取它下页的URL地址 对不对 是不是通过代码 去提取下页的URL地址呀 那通过代码 去提取下页的URL地址 该怎么提取呢 下一页 那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通过XBUS 对不对 去通过 去下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XBUS 去下一个URL地址呀 这是因为URL地址 在当前URL地址的响应里面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其实有很多情况 后面呢 我们也会预见 这个URL地址 不在当前URL地址的响应里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寻找URL地址的呀 那寻找URL地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得找URL地址的规律 它是怎么变的 它是通过哪些参数生成的 我们得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并不 我们并不能保证 所有的页面的URL地址 都是在响应里面 它有可能URL地址 通过XBUS生成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去寻找URL地址了 那寻找URL地址的话呢 就像我们前一两天 所讲的 寻找参数一样的 它有可能在当前的响应里面 某些参数 某些数据在当前响应里面 有可能是完全通过XBUS生成的 当然了 在URL地址这一块呢 它有大部分情况呢 都是部分参数 在当前的响应中 有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 当前这个页码数 以及总的页码数 这两个数据呢 是在当前的响应中的 那么到处呢 我们只需要从响应中 把当前页码数 和总的页码数 提出来就好了 比如 当前页码数 和总的页码数 在当前的响应中 我们只需要把当前页码数 和总的页码数提出来 那么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下一个URL地址是什么了 对不对 或者说 其他两个也参数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下一个URL这个规律了 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 下一个URL地址出来 对不对 这是准备URL地址 那么准备URL地址 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得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的呀 那么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这个事情呢 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是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 PaaSURL这个方法来实现 对不对 我们前面也尝试过 就把它定一个方法 单独的放到一个PUI里面去 那当然了 这个程序呢 这个方法呢 可能是可行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说的 对吧 只不过很多时候呢 我们后续呢 可能除了像这种单纯的这样做之外呢 我们还要做一些URL的事情 比如说做什么呢 添加随机的UserAgent 为什么要添加随机的UserAgent 是不是要反爬虫呀 反反爬虫 对吧 是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呀 那对呢 还有什么呀 添加随机的代理IP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爬了 选择XPaaS 选择XPaaS之后呢 大家是能够抓取 几乎6、70、70、80的 我们想抓起的网页的数据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尝试了 去抓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网站 去抓一下这些网站上的数据 这个使用 随机的代理IP呢 也是一样的 为了反反爬虫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可能发动寻求的时候呢 并不 并不能只能 添加随机的UserAgent 可能很多时候是寻求不成功的 大家昨天在写我们这样一个 吏函段子的程序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当时寻求的比较多的时候 很多人同学在一起寻求的时候呢 你拿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肯定是对方识别出 我们是个爬虫了 对吧 那为什么对方识别出 我们是个爬虫呀 那毫无疑问 要么就是他知道 我们代理IP一直充用一个 要么就是 我们的headers太少 对不对 我们在发现 在对方判断出 我们是爬虫之后 应该做什么呀 或者最开始就应该 添加更多的 header信息 对不对 header字段 包括 cookie 明白吗 包括cookie 那这个时候 包括cookie 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cookie呢 我们可以使用cookie来解决 对吧 cookie 这一块 的处理 我们 可以使用 session 来解决 这是什么意思呀 就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不是 发送了个请求嘛 对不对 定了这个方法 其实如果说 我们想要保持 cookie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最开始 定一个session 对不对 sell.session sessl1 等于request.session 那么在后面每个地方呢 我们都是使用 sell.session 去发送请求 那么下次请求的时候 他是不是会带上上次的cookie呀 所以这种方式是非常好的 也非常非常完美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如果对方只是通过一些cookie来判断出 我们是否是跑程的数量 我们想要带上cookie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session来做 当然大家必须得注意了 我们不能在这个下面呢 放一个session 理解他们的区别吗 我们不能在下面 plus1下面 实力化session 为什么呀 如果说我们在下面实力化session 每次定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一个新的session呀 但是呢 我们要的是 包含有上次请求的cookie 那说明呢 我们要用的session 是一个全局的session 每次请求都应该用这个session 对不对 就这个地方对吧 那当然了 这个地方又会有问题 我们反复的用一套cookie 去请求这方面的网址 是不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被对方识别出 为一个partum呀 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呀 准备一堆能用的cookie 组成cookie吃 什么叫准备一堆能用的cookie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拿昨天我们所学习的 这个所讲的这个 利涵段子这个partum来为例 利涵段子这个partum呢 假设我们请求前三页 对方是没有把我们使为partum的话 假设从第四页开始 内容开始重复的话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前三页请求的时候 对方给我们反复的cookie呢 都是一个可以用的cookie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cookie保存起来 那么下次再去请求后面网站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上之前的cookie就好了 那此时此刻 我们是不是就不能用session来做了呀 我们是不是还得用 request的模块来做呀 那request的模块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cookie参数 对不对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一点利润cookie的意思 这地方意思就是 如果不登录 如果不是post的请求 不是登录请求的话 我们就可以准备刚开始能够成功请求 对方网站 对方网站的cookie 或者说叫什么呢 即接收对方网站设置在response中的cookie 我们通过response的cookie就可以拿到了 对不对 我们再使用response这儿 utility叫dict fromcookie AR就可以把response的cookie转回一个字点了 对不对 然后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或者放到一个数据库 或者放到本地都可以 然后下一次 请求的时候 使用之前的列表中的cookie 来请求 这个思路能够理解吗 思路 思路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嘛 比如说前三次请求都能成功 那么我们就把前三次或者前十次的cookie 都保存在我们本地 那么从11次开始 我们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保存在本地的cookie 做后面的事情 对吧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写个小程序 或者专门或者cookie 回到之后呢 再使用另外一个程序 专门的去发送后面的请求 这是不登录的情况下 如果要登录的话呢 那我们就去发送poss的请求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发送poss的请求 对吧 发送poss的请求也是一样的 如果要登录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准备一堆库的话呢 就需要多个账号了 对不对 所以先开始应该准备多个账号 准备多个账号之后呢 使用程序 获取每个账号的cookie 然后获取到之后呢 之后 请求登录之后 才能访问的 网站随机的选择cookie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个是关于发动请求这一块 那发动请求 其实目前来说 我们还并没有用到后面这一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大家应该有些意识 因为这些内容呢 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 包括添加user agent 启用代理IP对吧 添加更多的header次段 包括cookie这一块 那cookie这一块 如果我们只用一条cookie的话呢 可能对方也能识别 识别出我们微怕虫 那就是我们可以 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 做得更完美一些 对吧 怎么做得更完美呢 就是我们使用cookie池 对吧 我们用更多的cookie 来随机的选 随机的用 那这样的话呢 每一套cookie 其实用的概念 就更小了 对吧 对方把我们每个cookie 使用的概念就更小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是关于第二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发动请求会计响应 对不对 那发动完请求会计 完响应应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提取数据的呀 下一步就是提取数据 那提取数据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得确定数据的位置 是不是 然后呢 就是数据的提取 对吧 确定数据的位置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得 保证我们的数据 在当前URL地址 响应里面有的 如果数据在当前URL地址 响应里面没有 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呀 再重新的去找 数据真正的位置 对不对 这地方如果 数据在当前的URL地址中 对吧 如果数据不在 当前的URL地址中 我们可以怎么做 对吧 如果它不在的话 那在哪呀 在其他的响应中 对不对 在其他响应中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们在Network里面 我们在Network里面 挨个看 对不对 从上往下看 看到最后 我们是不是都能找到了呀 第一种方法 在其他响应中 我们寻找数据的位置 具体怎么寻找呢 就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 从Network中 从上往下找 当然这种方法 最简单 也是最直接的 也是最笨的方法 对吧 当然也是效果最好的方法 我个人认为 是这样 往下找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看 干什么呀 我们可以勾选 我们可以使用 Croom的过滤条件 对不同的请求进行过滤 对吧 我们勾选这个过滤之后的内容 从过滤之后的内容里面去找 所谓过滤就是 把GS4SS图片 不勾选 观察除了GS4SS图片之外的 其他请求 在这些请求里面 我往就包含有 但是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地方可能 并不一定特别准确 因为它这个地方 只是通过程序来判断出来的 每个请求是什么类型 它有可能判断错了 它有可能把GS判断成为 不是GS的请求 它有可能把 阿甲赫斯的请求 判断成为一个 阿甲GS请求 对不对 所以说 使用 Chrome中的过滤条件 多选 就是除了 选择 除了 GS CSS CSS 以及 IMG之外 的按钮 这个思路是可以有的 是可以操作的 它可以非常迅速的帮助我们过滤一些数据 但是很多时候呢 可能也会过滤错了 对不对 这是一种思路 那么还有第二个思路是什么呢 第三个思路是什么呢 使用Chrome的SearchOfFile 对不对 这个方法呢之前说了很多次 那大家也知道 在SearchOfFile这个地方呢 可能往往我们并试不到内容 比如说我们搜中文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搜不到 对不对 我们来搜一下 鸡蛋 这个地方鸡蛋搜到了 对不对 但有很多时候呢 它是搜不到的 对不对 那搜不到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呀 搜索数字和中文 对吧 不是搜索数字和英文 对不对 搜索 数字和英文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相比搜索中文而已 对吧 那如果说数据就在当前响应中呢 那这个时候又有情况了 数据就在当前 U2G对那响应里面 我们要提取的是列表页的数据 还是提取的是详情页的数据 对吧 我们要提取的是列表页的数据 还是详情页的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 也得去看一下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只是提取列表的数据 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没有必要请求详情页的 为什么没有必要请求详情页的 在当前这个页面上 大家看到 当前一个页面 假设这个页面有20条段子 每个段子 我们其实都可以 都是可以点进去了 对不对 那假设我们要获取段子的时候 我们每个页面 每个U2G都点进去 请求一遍 那会在当前这个页面上 增加多少次请求呀 20次 不是20次 是20倍 对不对 当前这是一页 对吧 假设页面上有20个段子 每个段子 我们都请求一遍 那是不是今天20倍呀 明明只用请求一次 你却多请求20次 对吧 如果我们有1000个U2G要请求 那么今天20倍 那就是2万了 我们有20万个U2G 那就是再乘以20 对吧 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而这种请求的 频率的 或者这种请求的 其实很多时候 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数据就在列表页 我们就从列表页上去 就完事了 没有必要就能够用到详情页 能够减少我们请求次数 能够让我们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 汇取到数据 也能够减少我们 被对方服务器 使用的一个概率 对不对 也能请求更少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就是 数据在列表页 那么直接请求 页表页的URL地址 这不用进入详情页的 对不对 那如果数据在详情页里面呢 我们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首先确定 URL地址 对不对 然后第二步呢 也是一样的 发送请求 对不对 我们刚刚在贴吧里面 是不是就这样子的 发送请求 第三步呢 提取数据 对不对 提取数据 第四步返回 对不对 这里不用保存了 对吧 就是返回了 因为这是数据 有一部分可能在详情里面 可能有一部分在列表页 或者全部在详情里面 都是一样的 我们得返回回去 对吧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确定URL地址 该怎么确定呀 是不是和这里 和这个地方一样的呀 数据在不在当前 URL地址想象中 如果在怎么样 如果不在怎么样 对不对 如果不在那么得 找另外一个URL地址 如果在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和前面也是一样 去观察 是要找一堆URL地址呢 还是挨个挨个的找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在详情里面 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 可以构造一堆URL地址出来呀 但是很少 很少时候 我们会这样做哈 我们会做的事情是 先获取第一页URL地址 然后呢 把第一页URL地址拿到 然后之后呢 再顺便把下一URL地址汇取到 再请求下一URL地址 然后再提取下一URL地址 再提取下下一URL地址出来 再去请求 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发动请求 然后提取出去 然后返回 大家可以发现 中间这一套呢 其实相对于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 相对于嵌套了一个 我们之前的这样 写旁的这样 四步思路在里面 对不对 但是这四步遇到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外面遇到四步 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可以做的 那这是 相对于只嵌到一层 对吧 那如果它有三级页面呢 我们是不是还得往里走呀 如果四级页面呢 我们再来往里走对吧 它可能就是这样一个 签套的过程 但是我们把思路 写到我们代码里面 一部分的写 其实呢 并没有太难的东西在里面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 遇到的内容呢 都并没有签套太多次 那提取数据提完了之后呢 最后一个是不是保存呀 那保存就会分为两种 可能很多时候呢 我们保存在本地 那么也可以保存在 数据库对不对 是不是有可能 保存在数据库里面去啊 那保存在本地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可以保存在TX7里面 对不对 或者JS里面 或者说CSV里面 对不对 CSV大家之前见过吗 没有对吧 那么等一下把它收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CSV 那保存在数据库里面的时候呢 大家前面是学过MassToco的 对不对 关于还学过 如果使用Python操作MassToco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尝试着 把我们爬到数据呢 保存在MassToco里面去的 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事情 那么关于MassToco 可能大家都忘了 对吧 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呢 你是不用记得它的 用的时候呢 去回顾一下 去查一下资料就好了 对吧 然后就可以尝试着 把数据保存在MassToco里面 那后面呢 我们会讲这个MangoDB 那到时候呢 我们也能非常容易的 把数据从MangoDB 这种数据库里面去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正常情况下 写这样一个 爬上的一个套路 我在中间呢 列到很多情况 那这些情况呢 可能大家有的位置呢 不是特别的 明白 那这个地方还有地方没写 就是刚刚呢 我们这个地方提取 确认数据的位置 对吧 数据位置确认之后呢 要提取数据 那提取数据呢 我们就有三种方法 这种方法 XBus对不对 是不是XBus可以提取啊 那还有郑泽 还有Jason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三个方法呢 我们用XBus为了比较多 XBus呢 它会帮助我们从 XCM页面中 提取整块整块的数据 比如说刚刚我们写的 900颗对吧 中提取整块的数据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是先分组对吧 是不是先分组呀 每一组再提取数据 然后Jason的话呢 就是非常好人籍 找到一个访问机的优练地址 对吧 然后郑泽呢 它经常能够 我们不会让它拿它来呢 提取这种整块整块的数据 而会用它呢 去提取比如说 MaxTime这种字符串 对不对 提取比如说 MaxTime呀 我们写的例子哈 或者提取一下价格 那或者说提取一块Jason 一个Jason呢 在当行响应里面 我们也可以使用 正能表示提取 还有TML中的Jason 字符串 那么提取到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关于Jason这块 对吧 Jason非常简单 所以呢 就是Jason都是先Dunk 这些方法的使用 对吧 我们在上面 遇到很多情况 其实这些情况呢 可能一时半会儿 我们并不能全部都遇到 但是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有些 对应的思路去解决 对吧 那这些思路呢 我们需要知道 那后续真的遇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往这方面想 对吧 可能一时半会儿 我们现在写发中的时候呢 还遇不到这些东西 对吧 但是这些思路的 应该是有的 那么刚刚给大家描述 大家在哪些点还有问题吗 其实提取数据这一块呢 就是根据刚刚 我们写的两个程序来的 对吧 我们写的百多贴吧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写的这样一个 求是百科的内容呢 就非常简单的 对吧 那么之前写的 从Jason中找出的内容呢 找数据的这个案例呢 比如说 豆瓣真似剧那个案例呢 其实就是下面这一块内容 对吧 不在当前幼儿天的想法里面 然后我们就要找 它都是在哪 对不对 那之前这块内容呢 就是关于我们 request我们会的一个学习 对吧 它正好就是房东请求 或者响应 那这一块内容呢 就是准备URL地址 然后呢 到底是准备一堆URL地址 还是准备startURL 都是可以的 那根据评论情况呢 我们不能去对待 那么大家下课 休息10分钟